大家好,我是Den 目前在法国巴黎正在举行盛大的时装秀 而分别是各大品牌全球大使的BLACKPINK成员 罗杰、基础、千尼也都有出席 但是部分粉丝们发现 唯独只有身为Bulgadi Selene全球大使的Lisa没有参加时装周 甚至Bulgadi CEO Jean-Christophe-Babe 也亲自在网上发文表示 是YG不希望Lisa参与 而引起了海外粉丝们的愤怒 因为部分海外粉丝们在巴黎时装周 没有看到Lisa参与 所以就纷纷到Bulgadi CEO的官方IG询问指责 马上Bulgadi CEO就在自己的IG发文表示 Lisa目前在欧洲 但不幸的是 由于疫情 YG娱乐不希望她参加任何公开活动 因此也不能与其他品牌一起拍摄宣传照 也不能举办重大活动 但是我们还是会继续密切合作 希望这个天文能回答到留言给我的Lisa粉丝们 因为BLACKPINK其他三位成员们都有参加时装周 所以部分海外Lisa的粉丝们就觉得 为什么其他成员可以 唯独只有人都已经在巴黎的Lisa却不可以参加呢 这是种族歧视 所以很多粉丝们就在Twitter用各种标签向YG娱乐抗议 但是根据很多媒体们报道 Zelina与Bulgadi都没有参加这次的巴黎时装周 然后Bulgadi不是在法国巴黎 而是在意大利米兰与另一个内衣品牌举行了时装秀 更何况现在米兰因为疫情很多地方都在示威 所以可能YG拒绝了这个邀请 然后最后就是 Lisa现在不在巴黎 而是在尼斯与家人度假中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这次发表Lisa个人专辑之后 为了合作单曲前往法国拍MV了 然后现在时隔两年与泰国家人见面 在法国尼斯度假中 希望粉丝们能够知道详情后再生气 这应该又是Lisa的独尾 什么都没确认创造的争议吧 Lisa独尾们一有什么就说 Lisa退出Blackpink的话 Blackpink就完蛋了 杰尼欺负Lisa YG种族歧视Lisa不给她资源 但是说实话 其他哪有一个大型竞技公司 给外国成员这么多资源呢 然后杰尼跟Lisa的关系非常好 泰国粉丝们真的希望Lisa参加内衣时装秀吗 哪个粉公司会让自己的艺人去呢 Bugati Xiu一开始就说清楚的话 泰国粉丝们就不会误会的 前后都剪掉 直接说是YG不希望 才会引起这次争议的 对于Lisa海外粉丝们的反应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不管怎么样 希望不要有人因为部分粉丝们的争议 而上升到Lisa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 因为家境贫穷而被朋友们排挤的喜闻 12年后再次见到当时班斗师时候的反应 小学时期 母亲因为被亲戚受骗 所以家里的经济情况非常不好 每天都会穿一样的衣服上学 也没有常常洗头发 朋友们开始远离我 看不起我 我没有朋友 大家都把我当成是透明人 这个世界没有我一个人 应该也没什么关系吧 我常常会这么想 所以我也就常常没去学校 那时候封建老师 每次在放学后 就会陪我玩Rimicube 老师是我唯一的朋友 有对老师想说的话吗 绰号是封建的封建老师 我一直都在想 如果没有老师的话 我还能这么开朗地笑出来吗 如果我联络的话 会不会觉得很麻烦 会不会记得我 一直担心这些 所以到现在都没能去找你 明年我成为老师的话 不会放弃每一个孩子的 你好Hewan 请问您是 好久不见Hewan 是老师 老师现在过去 好久不见啊 你怎么哭了 老师也要流泪了 老师老了很多吧 老师头发怎么这么白了呢 不要再哭了孩子 那个老师跟我玩Rimicube的时候 很无聊了吧 其实是我很喜欢玩Rimicube 原来是老师的取向 不过真的有很多人喜欢我 比我想象的还要多 我在大学当过乐团社团的团长 过得很好 也有很多朋友 你知道你跟我是Facebook朋友吗 不知道 有一天我突然看到你站在教室的样子 老师真的有吓到 怎么选择了跟我一样的职业 我真的很高兴你能当老师 因为你知道那个痛苦 你不会放弃痛苦的孩子 那就可以了 还需要什么呢 当时我应该是要介入你们之间发生的事情 但是我没有能力 所以我就选择了陪你们一起玩的方式 那个时候应该很伤心了吧 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好老师的 跟老师一样 不会让班上有被排挤的同学 不 就算有 我也会陪他一起玩Rimicube的 好 Rimicube就由我来买吧 身为老师最幸福的瞬间是什么时候呢 应该就是现在这种情况吧 功课什么的都很好的同学 所有老师们都喜欢的同学 其实不需要我的照顾 也会成长得很好 但是相反的 当时需要照顾的孩子们 之后都会来看我 那个时候最感到欣慰 对那些孩子们付出的爱情跟关系 真的有帮到他们 只看截图眼泪就流不停 啊 催泪 好感动 真的好催泪 遇到好老师 最后也成为老师了 好感动 不知道看影片的大家当中 有没有职业是老师的人 我个人是觉得 老师虽然不能决定 一个孩子的人生 但是一定能改变 一个孩子的人生的